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人是很安全的 珀你好 斯洛登翻範了監聽計劃之后 可能提高了不少用戶的安全意識 究竟整個互聯網生態是否有很大的改變 自從斯洛登的事件之後 我們是說整個互聯網生態在一個叫做big data影響 1984這一本科幻小說 那時有一個slogan叫做big brother is watching 但是現時就改變了 我們就在說Big data is watching 因為透過這個大數據 現在的監控簡直是無孔不入的 舉個例子 現時如果我們打一個電郵出去的話 怎麼都會經過主要的我們的網絡的幹渡 這些幹渡其實現時我們都一般相信是被NSA嚴格的監控著的 既然是無孔不入的話 小市民可能都要提高一些警惕 但是大家都會想 政府部門或者大公司的資料 被人看到的時候 固然是很擔心 但是我們作為市民來說 是否都要很擔心 會成為一個監聽或者被偷這些資料的對象 就這樣說可能比較虛無飄渺 但是我想我在這裡可以恐嚇大家 其實去年開始 大家已經發現到 有些router 美國推出的router 我不怕說了名字 因為其實在網上已經完全傳得很厲害 傳聞就是Linksys, Cisco, Netgear 這些美國製的router 會有一個後門時隱時現的 在家用router的level 都會突然之間開放了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的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的通訊埠 這個TCP port 32764這個問題 32764這個通訊埠 其實一般來說 在router 或者我們叫路由器那裡 是並未用上的 但是當有個hacker發現了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port會時隱時現地開關 他們已經留意到 會不會是和這個監控計劃有關的了 但是如果你用上述的router 的話 可能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就是將這個32764的指令它關閉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比較安全 不過很老實說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你們在用的器材裡面 究竟裝了什麼軟件 因為沒有一個電腦專家 在你身邊去看每一件器材 這個確實就是現時我們要面對的困難 也是所謂我們所說的生態上的轉變 聽你這麼說的就是在家裡上網都很不安全 說真的 現時上網的話 只要你駁上網絡 就有機會被人監控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如果我們在用的一些所謂的雲端服務 無論你在用的是Gmail 或者是其他的美國公司開發的雲端服務 其實我們都不能夠將資料脫離了美國那方面的儲存和運作 但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現時的所謂的四大計劃 Main Roll Prism 即是零鏡 各樣東西 都是監控著所有美國公司伺服器的運作 就算現時各大公司說他們沒有和政府合作 但是在所謂的主幹道 Trunk 直接去monitor 在現時的技術上也是一個有可行性的東西 加之以美國政府也沒有否認到他們這樣做 令到我們這一班 搞資訊科技保安的所謂專家 其實一直都很害怕的 你說在家裡的router 不用 可以關掉它 都可以叫做避免了一點點 我們都有看過Mission Impossible那部電腦 最安全的那部電腦 就是一間四邊蜂蜜 沒有駁上網 沒有外面設施接進來的電腦那裡 就變成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家裡來說 最安全的資料就是 儲藏在一部關掉的電腦那裡 只要是關掉的電腦和關掉的router 就算它真的有後門程序的話 它不會自己開著的 當然如果這部機器是自己開著的話 那就真的有點危險了 用手機是否其實都很危險呢 即是一開著它可能已經是很危險 這件事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很恐怖的問題了 由去年開始其實我們在網上發現了很多 可以很輕易用信用卡買到的軟件 可以裝進去任何的 現時我們的智能手機那裡 由35元到美金百多元不等 就可以裝一個監控軟件 在你的電話裡面 這個監控軟件 不是單純 只是將這些資料儲存那麼簡單 它有偷拍的功能 兼且可以將你現時的地理位置 GPS information 傳到某些地方那裡 換句話來說 你的聲音 你的影像 你的地址位置 全部是可以被監控到的 當然他們用的宣傳句語言 可能是父母去照顧子女 或者是另外一些很冠冕堂皇的東西 但其實本質都是spying 即是一些間諜軟件來的 大家對這個問題都不能調以輕心 這集談到這裡 下次會再讓Paul跟我們介紹一下 另外三種量 今年會提指標性的科技項目